我送她走的那天 我就有一种预感 我真的觉得她 再也不会回来了 没想到 我的预感是真的 可是最让我难过的 并不是一个人 好 董卿找路易斯做什么 说是要拿回投诉资料 你不在 所以就直接去找路易斯了 陈锋还真是有办法 一顿饭就解决了 东京已经撤回了投诉资料 也对于我们的评估系统 表示没有意义 这次的问题 你解决得非常圆满 这不是我的功劳 主要功劳在于陈总 春风来了公司不久 她能这么配合 就很不容易 最近这两次 你的表现都非常出处 也许我们一开始 对你的判断 您应该也听见了吧 给我表哥吧 等一会儿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你不是说要等到季末才有机会吗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其他部门的 跟咱们没关系 为什么其他部门有而我们没有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 让我拖到季末呢 达达 你不要刚做了两件靠谱的事 就非嚷嚷着要升职 我觉得你状态不太稳定 我也是为你负责 在观察你的时间 到了 陈总让你过去吧 陈总 董卿已经找过路易斯了 谢谢你啊 董卿本来是要 投诉你们评估系统的 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路易斯没有跟你有什么表示 就说了一通打气的话呗 当H2的老板还真是轻松啊 只要画个柄就可以了 我听说你自己也是刺激 没有想办法争取一下吗 我可没有像你这么大方的老板 我也争取了 争取了好几次 不过都没有什么反应 我倒是很好奇 你是怎么摆平董卿的 他不像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我带过这么多的下属 其实最容易管理的就是图钱的 那最难的呢 就是像你这样 我这样是什么呀 怪人 工作很拼命 但是闹不清楚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钱 职位 心理满足感 要么就是打发时间 我看你好像都有点 那像我这种怪下属 老板应该怎么对付 给你空间 然后躲远点 所以路易斯 他一直不给我升级 话不能这么说 所有的老板 都不愿意给下属升级 这是需要涨工资的 不过你这个人也有问题 你顾虑的东西太多了 你的这些顾虑的因素 容易互相牵制 而且你很容易得到 替代性满足感 比如你跟你老板聊天 他突然间夸了你一通 你啪了一下脑子一热 你就忘了生殖加薪这回事了 所以你最好 事先搞清楚 你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再表现得尽人皆知 看来我是得好好地 反思一下了 我接个电话 谢谢你给我上课 好久没联系了 什么事啊 就是 蓝蓝 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呀 想不想动动啊 你是听谁说的 你居然才是个四级 也太不公平了 你要是有心走啊 我手头有好几个五百强的 都有适合你的职位 我是不会被人家一年就走的 不过你要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也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这么着 回头邮件联系吧 好 准备联谋高就啊 是他打给我的 杜拉拉 你刚刚拖着我们的部门 接受了管理培训生 可别搬头二费 你放心 我不会这么轻易离开DB的 你刚才说得对 我现在就去找路易斯 要申请表格 升不到六级 我还不走呢 他这次输得比你想象得更惨 这次法国之情 他一直在找机会 所以这个工作 对我非常重要了 你这未婚妻怎么当的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真的不清楚吗 王伟情况复杂 他不签婚签协议 我们这个婚就不结 我不想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 你不知道我吗 再等半年不行吗 你是怕我走了 再不回来了 还是怕我跑的呀 我看他是被你家的 高利贷逼走的 我儿子是个要强的孩子 当时为什么 我不把他留在北京 如果过来上海 他就不会认识你 这些倒霉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有些事情我一直不愿意提 只要我不提的话 他就可能不是真的 但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他真的离开我了 本来我们是准备结婚的 一切都在准备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后来他生意失败 婚礼就退迟了 我送他走的那天 我就有一种预感 我真的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真的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没想到 我的预感是真的 可是最让我难过的 并不是一个人走 我没想到我 你不想到我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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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你 我怕你 谢谢你啊 硬是托我来上这些课 前两天就觉得你不对 跟个刺猬一样 一碰就这样 今天听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我也去放心了 前几天真是那个臭脾气 肯定得罪了很多人 不过现在想想呢 大家也应该都是好心 你真的觉得 王伟跟别的女人跑了 在我心里呢 其实我相信她是爱我的 只不过她就这么突然走了 在我脑子里确实留下了太多的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遇到苏菲的事情呢 我仿佛就像抓到了一个答案 我也真的害怕自己 怎么一直追问下去 最终把自己也逼疯了 不 我觉得这个王伟 她不是一个会变心的人呀 你们两个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她 人都不见了 那些事情还重要吗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真打算 帮了她 我呢 是属于那种 极度的乐观主义者 不论怎么样啊 我在心里都会有那么 一点点的小希望 不过在脑子里我会告诉自己 就当那个人 回家回来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会好好的 怎么就 怎么就突然结束了呢 不是结束 是不了了之 是 我 我记得你说过 想要一个小型的婚礼 只要藏在倔强的背后 想得多深 你能做我的新娘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通过了才懂 爱原来那么沉重 我明明不想 不想好勇敢 你还记不记得了 我们第一次黑洞到这里来亲家 是不是因为我当时穿得特别美 然后夸插一下就给你镇住了 如果寻找记忆里最放不下 我的对白 也许是不见不散 你老跟小孩似的啊 我要不给你离婚 你就生我气了是不是 给你编个魔术 睁眼睛 这项链是我专门给你挑 漂亮了吧 这项链 心不会疼 若爱你被惯恐 那些能被怀念的回忆都是痛 我要勇敢 多一眼 这是我和小两一块买的 本来想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谁想到你现在恨你家 都恨到这个份上呢 我决定 和理양 都恨你 再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等候的那一个人还在不在 如果还能再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承诺会等的人还在不在 我明明不想不想太勇敢 留一点哭泣的离去给我好吗 如果寻找记忆里最放不下的对白 也许是不见不散 你说的不见不散 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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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丽 麻烦帮我买这个快递了 好 谢谢 玛丽 娜娜 今天怎么才这么早 你让我做的那个数据没做完 所以提前来补补课 别着急 那个下午才交呢 我这两天是不是有点吓人 今天心情怎么样 挺好的 你心情好我就放心了 不过工作也要努力哦 你这两天的效率平时要高出很多呢 我知道了 这是我的升级申请 还有市场部事件的总结 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这么快就做好总结了 看来你还真是一门心思想升级啊 我只是争取我自己应得的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那什么问题也没有 不过你要再等一个月了 下个月你那些培训生才过来 到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提前也做个心理准备 到时候不知道是成功 还是一塌糊涂呢 有人成天等着看笑话 我当然不会掉以轻心哦 湘峰 冬青那件事 还多亏你及时解决 应该多亏了你们过门的杜拉拉 若没有她 我也不会那么快解决 老爷 拉拉最近的表现的确很出色 挺勤快 也挺主动 怪不得有别的公司 跟她跑来干蓝支了呢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两个部门一直在合作 我也很希望你能留住她 我听说最近有很多公司 在跟她接下 她有点动心咯 毕竟啊 在迪比做了这么多年 级别一直这么低 世人都想换换换换钱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拉拉是我的销务员 而且我已经答应她 在季度末重新聘务 她应该不会轻易离开的 她应该不会轻易离开的 是不想硬了吗 再加上有人悄悄编故 很难讲她不会动心 我也就是道听途说 随便说说 没准这不是那么回事呢 等我玩着你 喂 您好 我是迪比人力资源部 杜拉拉 路易斯 你找我有事 市场部投诉之后 我也在重新思考 我们的评估系统 是不是有一些欠缺 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我在考虑加入一些复杂因素 有些隐形工作 确实需要重新考虑 我需要做些什么吗 拉拉 我们在谈论的是你的问题 我知道你一直对于评级 不太满意 最近 我也觉得你的工作能力 明显高于司机员工 谢谢您的肯定 我已经向王红提交过升级申请 我的升级目标是六级 我知道幅度有些大 但是 我同意你的自我评估 会通知王红准备资料 是说 你同意我升到六级 这不是你一直争取的吗 刚才我刚和王红讨论过 他说这个月根本就没有名额 现在 为什么又给我精神了呢 我觉得你的考察期 可以结束了 也希望你的能力得到应有的尊重 但是您说过 您非常不喜欢破格精神 拉拉 你真是很喜欢破格问题 你的升级是早晚的事 那你就不必对其他的机会 犹豫不决了 不是吗 路易斯 你是不是听说了些什么 那些并不重要 我只是想让您明白 公司对你十分看重 谢谢你 我不会轻易离开地毕的 但是对于破格晋升 我需要重新考虑 你还要考虑吗 因为我得确定 我是受之无愧的 我问你 你到底跟路易斯说什么了 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 说了挺多的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他突然又说 可以给我升纳六级了 让我不要对别的机会动心 你是不是跟他们说 赵东平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的有这么直接吗 我只是跟他说啊 他不懂得欣赏 你不代表别人不懂得欣赏 你看 没想到他还真是挺怕你走的 准备怎么谢谢我 我最讨厌公司政治 你摆弄自己手下的人 还不够吗 你干吗要来干涉我 干涉我 我帮了你个大忙 让你快点得到你想要的 有什么不好 可是我自从来了迪比别人 就说我是靠别人排上去 都不想走街景 我想靠我自己能力升到六级 事实上你升到六级就行了 你管他有什么方法呢 我不是那种为了目的 要不择手段的人 我靠 喂 爸 怎么了 你慢慢说 我妈怎么了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 说我妈心口疼 我得赶紧回去 我送你吧 走 不用了 大事 走吧 走 慢点 没事 子珍哪 子珍 妈 怎么样了 吃药了吗 娜娜 你回来了 你妈心脏病发作了 我给她吃了救星丸 可就不顶用啊 我跟你妈说了多少遍 叫她别吵我 别吵我 她真是不听啊这个 什么时候叫救护车 该到了吧 她是谁呀 她是我同事 她要宣问她送我回来的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了 到现在没来 这种事等不了 这样 叔叔 我有个朋友 在附近开了一家私人医院 很近 我们就去她那儿好不好 好 来 快 妈妈 别着急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啊 来 别脱了 走 走 慢点啊 扶你去 那个爸 我回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没拿钱包 你记得带钱啊 我去取钱去 我一会儿就来 娜娜 慢点啊 慢点啊 完了 肯定是半家的人在装东西 怎么办啊 妈 成功啊 阿姨 我陪你 我陪你 小儿 阿姨 小心 快点 阿姨 坚持啊 阿姨 等一下啊 你抓紧我阿姨 来 抓紧我阿姨 阿姨 小儿 你这事搞了 阿姨 我歇会儿 来 你这行吗 行 我是专业登山队的 走了 走 停住啊 子智 你好点忙 小力活马上到医院了 危险 走 走 送便利店 快 走 给 来 瞧什么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还第一次看你这样 要是给公司的人看见呢 估计就没有人 再叫你尝尝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妈还在里边 做心电图呢 你还有心情损我 不是损你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妈不会这么快 被送到医院 今天呢 你是充分地发挥了 人道主义精神 小李 没事吧 医生 我妈情况怎么样了 放心吧 你妈性电图情况 一切正常 估计是由于情绪 不稳定而引起的 不过我建议呢 你还是留院观察 一晚上比较安全 对对对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陈锋 你弄成这样子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我真快认不出你来了 擅自要试试 谢谢 这次啊 多亏是拉拉的同事 拉拉 你得好好歇歇人情 知道了 拉拉 妈呀 这次住院费多少啊 妈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啊 你上次混过去啊 也是乘风送的医院 这次妈妈呀 也幸亏她了 你呀 去请人家吃个饭 好好地谢谢人家 小宝 顺便想到你会这么帮我 之前可没少给我吃苦头 工作归工作啊 今天就是我 恰好碰上了 属于一般性 人道主义援助 就承认你跟正常人一样 有那么一点点同情心 就那么难吗 那咱就这么算 你在丽江的时候帮过我 我还你个人情 那你上次已经送我来 医院一次了 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还欠你一次咯 别别别 那咱别说什么欠不欠的 反正我帮你也没什么好处 你要说这个 我还没跟你说生殖的事呢 哥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只是轻轻地 点拨你老板一下 你就可以少奋斗一年 有什么不好 路易斯本来 这不满意我走上逢线路 非正常踢拔 我现在好不容易 愿意塌下心来 从一点一地地做起 你这样一来 我不还是非正常踢拔吗 怎么就叫非正常 怎么就叫不非正常 我发现你啊 你得好好地学学 这个职场的这个技巧 你那是技巧吗 那分明就是小伎俩 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光明磊落 做生意人不都是这样吗 那也有些人不那样 也能获得成功 行了行了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这个人愚蠢愚昧 死不悔改 我死不悔改 你瞒不讲理 行 我轻轻吃饭 还不想欠你人情呢 好 我吃 但是你最好 把你把你那个嘴闭上 烦你 先生小姐 你们好 请问要点点什么 你点吧 这里金枪鱼腹和神户牛肉 应该都有 帝王蟹 是吗 红毛蟹和长脚蟹 哪个更好吃啊 先生 帝王蟹比较好吃 三文鱼是北欧的还是日本的 先生 三文鱼是北欧的 我们现在换了工作商 直接请瑞典进入货 好 小油烂门 一套吃 老蟹 你妈虽然手末好挑 但是背得我呀 有点恶怪劲 这个 吃饭清淡的 你也来一碗吧 小油烂门 一套吃 好的 先生 我点完了 先生 你稍等 其实你用不着这么节约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 就算我再请你十顿饭 也还不了你这个人情 虽然咱们是做生意的 但是我不给你算计 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地吃顿饭 你真不打算让我说话了 不是不让你说话 是不想谈工作 我来到上海这么久 每天除了应酬 我还是应酬 我都不知道 跟普通人一样 吃个饭是什么感觉了 难道你在上海 就连一个能这样吃吃饭 聊聊天的朋友都没有吗 那我们俩这顿饭 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吃啊 那我们俩这顿饭 你确定不再点些别的了吗 拉面挺好的 我以前在日本出差的时候 这一下子班 我就跑到了小拉面了 就在那个巴在旁边吃一碗 小拉面 非常棒 谁找我注意应酬我都不去 你这个人真的很不合群 那他们去唱歌啊 泡巴什么的 你都不去吗 我去了他们好像也不自在了 没必要装样子 你这样生活 你不觉得他累了吗 什么累 按你说我做事的规矩 我不觉得 你比如说日本人做事 他们多小的一件事情 他们都给你淋漓尽致地做到极致 很多人都会觉得没必要 或者是不尽人情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 我们做事情 一时一 二时二 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 人情是另外一方面 笑什么 你看你刚刚说了不贪工作 自己最后又扯到工作上了 不贪 这就是我这人的毛病 就只会他工作 我好像是个工作狂 生活已经如此艰辛 我得纠正一下 真的是美丽的 对自己要求可真够高的 这个拉面来了 来来来 谢谢小夕 谢谢 谢谢 没有 來吧 這麼乾